五六月份是燕子御除的高峰期 在八月底南迁之前 有不少燕子会聚集在花蓮市新港街的电线上 每到晚上就会开始投下屎蛋 不管是在道路上还是停在街边的交车上 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鸟屎 让居民很困扰 除了视觉上不美观 也担心会有传染病的问题 为此相关单位也出面说明了 燕子的分辨具有传染性的状况相当低 请民众不用太担心 上千只燕子密密麻麻的停在电线上 其他景象让民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来 这个场面就发生在 华蓮市新港街级节约街口附近 虽然看似相当壮观 但也对当地居民带来不少困扰 不管是在街道上还是停在路边的轿车 都能看见被鸟屎轰炸过的惨况 除了视觉上不美观 也让当地居民担心会有传染病的问题 为此花莲县议员魏家燕也特别会通市长魏家仙及相关单位 前往现场了解鸟粪的相关问题 那到现场的时候啊 我们经动株防疫所这边解说后 可能是燕子竹草啊 然后可能还有他的交配 那还有他在这边交配完 他可能之后会难迁啊 所以没有疫病的一些状况啊 那这边就拜托市长还有清洁队这边 看能不能进行 我们只要他看什么时候会在路上大满啊 然后就进行冲洗这样 然后将这些鸟粪都冲洗冲刷掉这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造成了民众的困扰 当然民众也有一些的疑虑 所以我们大概去查了一些的文献报告 燕子其实相对是比较少一些的传染病 那只是说我们也大概呼吁 就是说毕竟他是鸟类的排疑 所以当然再加上现在的一个疫情当中期间 所以不单单是只有疫情啊 所以只要是居家民众 他只要手部去接触 或者是清理的 我们也大概都是希望民众能够多加的 去注意个人的手的清洁 然后消毒这样子 五六月是燕子御厨的高峰期 在八月底南迁之前 有不少燕子都聚集在华联市新港街的电线上 每到了晚间就会开始投下死蛋 为了减少民众疑 市长薇嘉贤也特别指示清洁队 加强周边的环境清洁工作 希望能把环境污染问题降至最低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